这个底线出现了超级大空档 张智峰就不要客气了 第一时间田磊没有把球给补进 不过张智峰又把球拿回 妙传到了篮下 田磊两分拿到 又是罚球的机会 哇 这球传得非常的巧妙 反正这球快要失去这个球皮胸下 突然间呢 接到这个球传给 直接到前场 这次机会要掌握住了 张智峰拿到了分数 而且呢裁判在篮下 这次的犯规我想 抓的应该蛮大败人心的 对 这球来讲可以看到 在之前的这么点漂亮赏的对方的火锅 回头这球可以看到 在韩国队4号 捕哼者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是要让张智峰坐个飞机 所以裁判很快 判的一个是故意犯规 对 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犯规 一个判决 张智峰的罚球也罚进 场地影响的关系 中华队前场有快攻的机会 张智峰 no look pass 上来的分 好球 林志杰呢 连得了八分 三分球 虽然没进 不过篮板球还在中华队手上 你有身体最远户 真问鼎再来一波的进攻 好球 就一分的领线 雪凌假动作 林志杰交到篮下去 张智峰两分 好球 到另外一边去 林志杰拉单边出来 突然交给张智峰身体对抗的情况之下 大家应该看的蛮清楚的 张智峰 地板船就交进去 张智峰剩下三秒钟要处理 突破之后上篮 张智峰这两分没进 张智峰再把这两分也放进去 好球啊 直接连续的张智峰算24秒尾力了 他们也无所谓 对 换成中华队长传道的前场 在篮下拿到分数是张智峰 要快啊 而且现在中华队不能很危险 对 大智峰在篮下轻松的得到分数 现在看中华队现在决定三分外线 突然拔起来跳投 弹了两三下篮板球 结果在中华队的手里 拿到球是张智峰 张智峰在空中 这两分没放进 又是张智峰的球 哇 张智峰对抗能力真的太强了 张智峰 张智峰拿到球之后 在篮下得到分数 哇 张智峰把篮板球给拿到 林智杰过人之后 再分给张智峰 张智峰这一次被对方给拨了一下 三分外线再度出手 力量轻了 又是张智峰的篮板球 剩下48秒的时间 终于被投进了 哇 哇 这三分投进 而且中华队插到球了 李智权交给张智峰 来下又是两分 哇 好